说的嘉宾是我们的足球解说顾问孟洪涛老师 孟老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随着张雷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现在是正式的拉开战末 比赛确实他在中场的时候用 就是张修文啊 尹鸿博这球直进打进去 投球攻门球进了 比赛进行了不到三分钟 这是中卫二号人行 接到了队友尹鸿博开出的脚球之后 在后点力压对方的防守球员起跳之后 投球攻门将皮球砸进了球门 应该说中部队开局的这个抢攻打得非常的不错 前三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形成了至少三次有威胁的进攻 并且利用这个脚球的机会直接取得了进球 你光听这些名字 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 中部队在进去内有机会直接起脚打门 一球发生了一个折射之后 被对方的门将十六号德伊托拿到 詹姆斯把球交给身前的队友 这是马朵埃尔奥特 两个人在进区前沿的配合 转身形成大门 这脚挺危险的 比赛打到了18分钟 这也是菲律宾队通过中场拿球 层层向前推进的配合 王永珀这边上来了 叶洪博套边过来 传中球找肖志 投球攻门球进了 比赛打到第25分钟 这也是叶洪博 边路插场之后 接到了队友的传球 直接送出了一个四十五度角的传中 高空轰炸 这个肖志是最在行的东西 没错 而且呢 现在刚才那个球很明显 它的诸位 这确实是防高球不行 两个边后位 这场比赛他打的一番 呜 危险 呜 这个球中队门将王大雷 及时出击 这个球还是被对方的 九号巴哈多兰 补进了球网 比赛打到33分钟 长的 突然后场掉了一长的 王大雷这个球你说 嗯 出的还 确实有点貌似 对吧 因为这个球是对方拿进他的身 最近很多年 好的 中队这次进攻配合打的不错啊 但是最后向中间的这一下输送 没有能够做到进山进门 还有机会 王永珀在禁区内转过身来 于汉朝打门 球进了 44分钟 中队这边将场上的比分变成了3比1 但是他现在禁区内的防守 还是不是特别好 再看啊 这一下实际上野红波第一下的时候 就是想一个倒三角的传球呢 去找王永珀 但是呢球送的力量稍微的弱了一点 王永珀把这球成功护住之后 转过来 再给点球点附近的于汉超 对方的防线 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被扯开了 这时候呢 郝静明往回收 然后呢 站住任航和王神超中间的这个防守位置 把邓韩文和江志鹏都推上去 好的 邓韩文加速超车给门起 张宇宁投球轻轻一蹭 这球弹地之后出了远端的底 这球 中间边路的进攻 横传 有机会打吗 球进了 对东边不亮西边亮 54分钟 王永珀 接到了队友的右路传球之后 在门前将皮球送进了球网 两个边路的竞争力度大 全中球多了 而且这种全中球呢 就不打头点啊 邓韩文 这个球送的很有穿透力 而且也是非常的精准 变不利都有力 好的 中间这边几乎又来了 红下的给过去 还有再打 球又进了 这是8号 叶红博 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的时候 叶红博再入一球 比压制的 中间刚才这个配合很棒 这其实也是球迷们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所乐于看到 叶红博跟博蕾这一架 是吧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 就让这些球员的脑子里始终刻了这根弦 这张远京摆的也很好 是吧 摆的这一下对方就有点反应不及了 再看头球摆过来 张希哲这个球后撤步 闪开对方的防守 现在两个边路反复的在拉扯对方的防线 球进了 比赛还达到第72分钟 邓寒文 我觉得跟张希哲很像 但是他边后卫边前卫 他其实打都没问 身体条件确实很出色 反正崩潮也还可以 他是一个左脚吗 刚还没右脚 但是两个脚还是打得非常的均衡 这脚球 左脚打这脚球太刁了 没人呢 金军队没人 这球处理好了 再过一下都有机会 小船 金军队凌空打门 来进行告礼 球老在前场 你回你后卫线就踏走了 你老让他像看板是那样 在你的后卫线分前晃 邓寒文 再打一脚 球就绝了 这是右脚打的 90分钟 邓寒文在这场比赛当中 独中两人 将场时的比分 现在变成了八比 邓寒文 邓寒文这就闪开角度 右脚直接打门 今天这两脚打门 左右脚先后完成 而且都是打得很丢 都是小脚 我以为这边的咬远寿 这球打高了 不能打7比1 突然不给斯克拉里 上线要上 没必要50 对吧 90分钟 大家一推上 玩 3分钟的商品50结束 中国队最终在这场 热身赛的比赛当中 8比1的比分击败了菲律宾队